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集介绍一下同情旅行780 个股今天的成交量有以上的情况 是近期最多的一棍 并且个股 平时的走势 这一排的走势 持续都是上落波幅的 一直都没离开 17.78这个前顶区的位置 今天来讲的话 成交量有以上 突破了这个环线区域的高位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个股 由之前一直一直跌势 近期 上来 这些平均线已经在股价的 留下 还行时间已经有了 由3月份 打后 持续还行 并且一底比一底 提高了上来 我们可以先挖滑底部的趋势 一直继续上升趋势 这条支持线之上 今天出现突破 突破这个小横行的高位 成交量有以上的情况 另一种做法 我们或者会等这些吸口的底部 这个地方出现 今期再上 暂时未见到的出货量出现 三月份也未到顶 再来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也是今天出现同期的突破 成交量暂未出现突破 日线图就已经出现成交量突破了 月线图 持续在布林线中线流上 公司在8月23号 在昨天 公布了第2季和上半年的业绩报告 数据显示 在第2季实现的营收是13.19亿 数据也有增长的 以及注册用户也有增长的 情况 近期的 访问量也有再创新高的情况 除了 下半年开始 同情也有说 除了疫情的防控形势 逐步好转 复工复产有助推进 让整个旅行行业回归复苏 去回正轨的情况 公司近期的势 也是去回横行的一个突破 所以其实今天出现了买位 最佳买位是突破前高的那一刻 短期指站位 看回小前高的位置 大概是17.78元 而指涉价近期的低位会作为指涉价 比较接近周线和保利家通道上轨 上轨线大概是17.9元 这个位置 好了那今集关于同情旅行780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